欢迎来到历史客栈,我是美丽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遇难 因毛岸英的特殊身份,很多人都忽略了跟他同时牺牲的 还有一位机要参谋,也是我军一位非常优秀的精英人才 名叫高瑞欣 高瑞欣1927年出生于河北安国市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除了务农之外,还做石匠,补贴家用 生活还算不错 高瑞欣也得以被送去上学读书,后来还考入了抗大 毕业后,高瑞欣因成绩优秀被调入中央军委担任参谋工作 1947年3月,高瑞欣又被调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 在彭老总身边工作,成为彭老总非常倚重的参谋人员 刚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时,高瑞欣还是一个新人 但他非常善于学习,也以继日的了解各部队战士 作战主观,打法特点,还在作战规划 电文拟定,命令起草等等方面广泛学习 多方请教,在短短数月内进步非常快 多次受到彭老总的夸奖 1949年2月,彭老总到河北西北坡参加会议时 因为高瑞欣是河北人,彭老总就给他放假7天 让他回家探亲,顺便和未婚妻李翠莲订了婚 在第二年3月完婚,两人结婚后被安排去西北军区工作 路过西安时,高瑞欣特地去探望彭老总 看着昔日的小高如今已经结婚 彭老总非常高兴 嘱咐他到了兰州后,不仅要好好工作 还要照顾好家庭 此时的彭老总与高瑞欣之间 已经不只是上下级那么简单 而是情同父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 彭老总受命担任中国志愿军司令 复朝作战 在他身边虽然有多名参谋人员 但彭老总仍然觉得有所不足 就特地向中央军委申请 把高瑞欣调到志愿军司令部 高瑞欣接到命令后二话不说 立即收拾行囊 与妻子做了简单的告别 便奔赴朝鲜前线 1950年11月18日 一路舟车劳顿后 高瑞欣终于抵达朝鲜大渔洞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 高瑞欣到后立即投入工作 帮彭老总起草命令 草女电报 彭老总感慨地说 从大西北到这朝鲜战场上 你都跟了我三年了 离开你 我还真有些不行啊 自从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进驻大渔洞后 每天都会遭到联合国军的空袭 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多次嘱咐大家 要做好准备 一旦敌机来袭 立即躲进防空洞里 但是不幸还是发生了 1950年11月25日 四架敌机来袭 志愿军司令部的人立即转移 那四架敌机可能只是路过 没有发动空袭 转眼就飞走了 大家觉得没有危险了 就开始陆续走出来 毛岸英和高瑞欣 还有另外两个参谋 跑进司令部准备拿一份重要的文件和地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不幸发生了 那四架敌机非常狡猾 知道中国志愿军会躲进防空洞里 就故意装作路过飞走了 等过了一会儿后 又飞回来 扔下了大量燃烧弹 顿时司令部变成一片火海 另外两个参谋及时跑了出去 而毛岸英和高瑞欣 却没能逃出来壮烈牺牲 当时 毛岸英只有28岁 高瑞欣更是只有23岁 都在最好的年龄 当彭老总得知两人牺牲的消息后 面色凝重 久久不语 一位是毛主席的长子 一位是自己最爱的参谋 竟在一天之内双双牺牲 彭老总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后来彭老总给高瑞欣所在的西北军区发取一封电报 写道 高瑞欣同志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是有贡献的 往军区向其亲属予以慰问 接到这封电报后 西北军区副司令张宗逊 与副政委甘思齐 参谋长严奎耀等人商议后 决定暂时保密 等到高瑞欣的妻子李翠莲生完孩子后 再告诉他这个消息 1952年11月25日 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与政治部签署后 编号为001号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送到了高瑞欣的老家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